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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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 聽著老師指令 學生跟著用雙手拍球 一邊還要唸出拍球次數 全程都得講英語 永吉郭曉從107學年度開始 小一新生逐年實施雙語課程 每週規劃八堂課 整合其他課程教學 用全英語上課 讓孩子從小一開始就接觸英文 除了試著把英語整合學科 台北市還率先在六所國中小 實施雙語實驗課程 每週學習總結數的三分之一 用英語授課 上次第一個示範的隔制國中 有學科老師先用中文講述課堂內容 再由英語教師透過教具 讓學生學習地理知識 預教餘樂的學習方式 更能激發學生的學習樂趣 事實上我有交代偵探金局長說 我在推雙語教育的時候 弱勢學校有限 這也是政府以政府的力量 來彌補這個社經地位 社經地位差距該做的事情 參考雙語國家 像是新加坡的成功案例 台北市規劃雙語實驗課程 和英語融入領域教學計畫 雙軌並行 希望營造學生說英語的環境 提升語言能力 也增加國際競爭力 凱包大台北書的新聞 邱世民 消防報導